根据记者园也透露 国安后卫李磊将赴瑞超联赛开启流洋之一 而李磊将要加盟的这支球队 大概率是苏黎世曹梦 作为大龄流洋球员 很多人并不看好李磊的这次瑞超之行 很多人认为这个年龄段出去 也难打上主力 第一两年回 30家的球员不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都不一定会有威胁 但事实上中国足球现阶段最有效的提升能力的方法就是走出去 如今的中超联赛已经是一团江湖 外援出走 球队解决 李磊这个年纪也算球员的黄金年龄 且作为后卫球员他的职业生涯会更不堪意 选择飞舞大联赛校园 也是吸取了此前流洋球员的经历 不追求队伍兴起 只希望从大上不再得到锻炼 他日李磊学成乎远 即便可能作为球员 每几年会高速或者聚乱部效应 但也可以转型为教委 将世界足球的先进理念带来终于 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处理